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印尼境内约有14000名 主要来自阿富汗、叙利亚及苏丹等地的难民 他们来到印尼 原本希望求助联合国难民署 安排到第三国安置 但七八年过去了 他们仍然滞留印尼 当中更有约一半的人 没有获得国际移民组织提供宿舍、生活津贴等协助 处境艰困 他们在联合国难民署雅加达办公室外 搭起帐篷、长期露宿 希望能够唤起各界关注 联合国难民署会在印尼雅加达办公室建筑外 随处可见难民就地铺着垫子 搭起帐篷、露宿街头 印尼境内约有14000名难民 主要来自阿富汗、叙利亚、苏丹等地 他们来到印尼希望求助联合国难民署安排到第三国安置 不过其中约有一半的人尚未获得国际移民组织提供宿舍和生活津贴等协助 基本吃住都有问题 苦苦等待援助始终没有结果 有些难民于是来到联合国难民署雅加达办公室外长期露宿 希望唤起各界关注 所以我要为他们帮助 难民为自己争取人道救援 必须强忍九宿街头的辛苦 也常遭到警方驱离 多次发生冲突 三次他们打了警察 一次他们打了警察 甚至警察打了我 然后他们把警察移动我们从这里到这里 然后一次警察把警察移动了 四天 我们甚至没有睡在地上 我们只睡在这里 没有任何床、床、床、什么样的 近來聯合國難民署還在大門口設立警察上 對現場的難民加以管制 態度強硬 就有難民指出自己因為露宿街頭 收到難民署的警告信 要將他列入黑名單 或是你會被拘捕或被拘捕 我已經說這些事不可行為一個人 已經是死的身體 請問這些事不可怕 但我並不害怕 因為我求求正義 我求求我的樓盤 國際難民滯留印尼處境艱困 他們不滿聯合國難民署 和國際移民組織 秉持著照顧難民基本人權的宗旨 卻沒有對他們提供任何協助 呼籲相關國際組織 負起安置難民的責任 主要社記者石秀娟 雅加達報導 美國於2018年 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定後 開始持續加重 對伊朗的經濟制裁 世界銀行日前表示 伊朗的通膨率較去年高出近50% 國內物價不斷飆漲下 連採買生活物資都成為伊朗林中極大的負擔 經濟制裁下 美國在與伊朗商業往來上設立眾多限制 當然也禁止出口產品消往伊朗 但德黑蘭的商人還是能找到辦法讓加州核桃出現在自己店面 在德黑蘭 許多商品都要依賴這樣輾轉進口方式 高額的成本也反映在定價上 像是需要替換汽車零件的消費者已買不起原廠零件 伊朗因遭美國極限施壓的制裁而經濟凋蔽 再遭新冠病毒的侵襲 蓬蓬和失業率不斷升高 拜登自上任以來將重心放在恢復川普任內終止的核協議 而伊朗日前的總統大選 強硬保守派萊西當選成為新任總統 當務之急也是讓伊朗重返核協議 免除美國制裁而導致的經濟危機 緩解緊張情勢並恢復核協定旅行 成為這兩個新政權面臨的一大挑戰 中央社綜合報導 在海外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布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的脈動 菲律賓民眾首舉前總統愛奎諾三世投向海報 高喊西菲律賓海是我們的 中國離開菲律賓海域等口號表達訴求 菲律賓與中國南海爭議仲裁結果出爐五周年 日前多個非國團體號召數百名支持者 前往中國大使館前示威 要求北京尊重南海制裁離開非國海域 2016年南海裁決中 海牙常設仲裁法庭 指北京對南海水域資源無歷史權利 並妨礙菲律賓捕魚及石油開採 建設人工島嶼 另外也沒有阻止中國漁民 在該區域進行捕魚行動 侵害菲律賓在專屬經濟區 享有的主權權利 非國總統杜特地任內奉行獨立外交政策 擱置南海仲裁結果與北京交好 這也令民眾怒吼 習近平杜特地沒什麼不同 埃奎諾三世日前病逝 他任內向海牙常設仲裁法院 提出南海仲裁案 这也让他成为非国民众心中 勇敢捍卫西菲律宾海的象征 而另外一方面 非国总统发言人表示 都特地政府立场仍是 搁置南海主权争议 而去追求投资贸易等 可以追求的领域 中央社记者陈燕军 马尼拉报道 2021国际安纳托利亚雄英隐讯 在土耳其中部康亚空军 第三组分射积极力只会展开 土耳其空军部署39架F16战机参演 亚赛拜然 卡达巴基斯坦各别派出战机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也派一架E3A空中具体机参演 目标对土耳其 盟国和友好国家 提供接近现实的作战训练 在演续媒体日时 土耳其空军上哨雅一简报 第五代战机TFX计划 并指出这项计划目标是为了满足2030年以后 批局到2070年间空军的操作需求 也透露原型机可望在2023年初亮相 预计2026年的第四季进行首飞作业 而这项说法 照原先计划 2029年首飞提成其多 由于托尔机对俄罗斯采购防空飞弹系统 因此美国总统拜登 并没有改变前总统川普的政策 仍将土耳其排除参与F-35密宗战机开发计划 而土耳其空军第五代战机计划提前浪丧 也凸显 土耳其遭排除参与F-35密宗战机计划后 对新一代战机需求的迫切性 土耳其空军上哨雅一也表示 由于志在靠国内设计研发 TFX计划会尽可能纳入更多国内产业 张社稷何鸿如康雅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15号将与白宫会晤德国总理梅克尔 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 两人将讨论包括勒索软体攻击事件 北溪二号管线的议题 北溪二号管线是俄罗斯传送天然气到德国的管线 长久以来美国认为 这将增强莫斯科的区域政治影响力反对兴建 还曾一度制裁营运商 拜登上任后尽管也不认同这项交易 但在寄望与德国重建外交关系下 今年5月解除制裁 因此两国能否在这次会谈达成共识 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